羊排已经化洞了 然后我腰子还要再跑一下 现在要把它剥开 剥完了 先用水泡一下 羊肉 高压锅 然后这个是酱酱粉 羊排放进去 然后放开 羊腰子之后把它切成一条 切好了 哈喽 这是我今天的晚餐 一个羊排 然后炒了五个腰子 然后咱们现在开动吧 先把这个锅用上了用场 太上了用场 先吃羊排吧 这个羊排呢 因为我们家没有烤箱 所以我是先把它炖了 然后用油煎了一下 然后拌了一把给我卖 哇 好脱骨 特别脱骨 嗯 好好吃 嗯 特别的软和 这个羊是我从那个 你们还记得我之前拍过一期 羊串烤的腿吗 就忘记了那个 然后今年不是情状特殊吗 然后他们家开不了夜了 然后具体什么时候能开也不知道 然后正好就从老板那进货了 回来自己炖 他们家羊排个头不大 还挺合适的 就是直接就是炖那个锅里 再大点都够不下了 哇 看看看看 我好久没有吃羊排了 看看这小骨头 它的羊排是我喜欢的那种 就是比较肥一点的羊排 而且骨头比较细 其实做法很简单 就是葱姜蒜 然后炖羊排 然后加了一点生抽和老抽 还有盐 当然羊排在做之前要紧一下 就用水煮一下 去去血 来到纸 才来到纸 哇 辣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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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辣 大 它肉特别软 而且它是 就瘦肉的地方也特别嫩 看看 好想买个烤箱 啊终于吃到羊排了 这几天就开始跟那些 就之前认识的餐厅老板们进货了 吃火 你们一定想说我没有最少腰子定制先吃腰的 但我想说把盐排吃完了 把这个锅烫出来我最有用处 切磨骨头 切磨骨头 好 啊 最后一块了 啊 吃完了 哦 太好吃了 天呐 哎呦 擦脸 真的吗 来点 来点 我来 Treasury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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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